有的话有问梅老师 怎样才能让我的三角梅开得像你的一样呢 每颗都是开到见花不见叶的状态呢 你是用了什么肥料呢 我实话跟你讲吧 用肥呢只是起一些作用 但最重要的却是下面这几条在起作用 我的坐标呢是江苏西第一条最最重要的就是 光照越多越好 而且呢直射光照更好 我也只有商品房的阳台可以养护三角梅 但我是在室外请坐门窗的师傅 做了花架来养护三角梅的 冬季呢我是放在阳台里面养护的 其他三个季节都是放在室外的花架来养护三角梅的 阳台外的光照呢有六个小时以上 通风光照好土输松透气 盆底孔多这是花开爆棚的必要条件 第二条要学会养分支养灌服这是第二个秘诀 我的三角梅呢养护一般分为两个步骤 先养灌服后让它开花 分支多了灌服圆润了花自然就会多了 我们江浙护外这一带呢冬季呢没有保温措施 三角梅会变成光感 春天呢会开一波花 等春花之后五到八月就是养 万福的好时间 三角梅直立性强的 我会通过重碱的方法来促更多的分支像这样 枝条细软的可以横拉枝条 粗分支或者让它的枝条呢自动下犬也可以粗分支 粗分支养灌服期间呢我一般只用两种肥料 一家能花盆为例 一两个月用十几粒养分 十天呢是二十粒左右的三元复合肥就可以了 等它们灌服圆润了 一年四季呢只要你能把最低温度控制在15度左右 它们灯会花开不断并且花开满枝 等灌服圆润了你就可以控水粗花了 等叶子发软至焦零酸耳清甲 一克肥兑水1000毫升 一周呢灌根一次 如果又遇上晴天多雨天少的季节 注意了三角梅要开花 除了温度还要跟晴天有关 几次控水之后呢 它们就会有小花包了 像这样等有小花包你就不要控水了 叶子稍微发软就用一克磷酸耳清甲 加上一克花肚酸一号 兑水2000毫升 一周呢灌根一次 这样它们的小花包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最后呢会花开爆盆 达到这种煎花不煎叶的状态 第三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如果你想让三角梅四季开花 那么你最好买芹花品种 不要去买南花品种 在我们这里呢 绿叶大红 王老臣 印度画报 雪子等 比较南花 而叶子冰 黄红英 张红英 绿英 加州黄金 口红 铜鞍红 坎牙塔 佩德罗 马斯 岸班西洋红 绿叶五宝 红英碟 粉红爆 等 只要你最低温度呢 能够控制在速度左右 它们就会花开一茬接一茬 好了 总结一下吧 想要你的三角梅 花开的多开的爆 光照第一 促分之养冠服第二 选对品种第三 合理用肥 第四 当然了 用途和花盆也有一定的作用 这几条你最缺少什么呢 可以在评论区吐槽一下 感谢您的点赞和关注 散会